那么下面出现一个特别短的句子 Shopping too is always a pleasure 购物它也是一个乐趣 也是个乐事在城市购物 当然也方便 这是非常短的句子 那下面必然出长句来 There is so much variety that you never have to make do with second best 在城里边这个购物啊商品有如此多的丰富多彩的一种变化 你永远不用用二楼品来凑合 variety就丰富多彩的变化 so much修饰不可处是对的 后面that从就是结果装于从具 是跟前面so搭配 so that如此一致于 你永远不用用二楼品来凑合 叫make do with 这是固定搭配 咱们记住刚才那个do without 表示没有什么什么也行 make do with是用某个东西来凑合 临时先凑合一下 比如说 John did not have a hammer so he had to make do with a rock 约翰呢手头没有榔头 所以他只好用一块大石头来凑合 用石头光光光来砸这个钉子 用它来凑合 make do with 用某个东西来凑合 这个rock我们一看是美式用语了 因为英式用语中呢 这个rock表示台不动的路面的大岩石 但美式中的rock可以类碎stone 手能拿得起来的石块可以用它 那second best就是 勉强不太满意的东西 二流货 固定搭配 二流货 二等品 但注意不可数名词 泛指不是最满意的 但没有最满意的 只好用它来凑合 二流品 二流货 这不可数名词 可以看到一个名词短语 但这个second好像表达特别多 还有一个be second only to 这个表达的仅次于什么 仅仅排在它的后面 be second only to 仅排在这个东西的第二位 就仅次于 我们看看简单的意思 the euro has a circulation second only to that of the dollar the euro又是欧元了 这个欧元的流通量呢 仅次于美元 这个that代替前面的circulation 欧元是现在重要的储备货币 它的流通量 circulation仅次于美元 second only to 这是后制定于修饰circulation 所以前面的b动词就没了 还有呢 我们还有固定搭配 叫be second to none 这个用的特别多 be second to none 不排在任何东西的后面 它翻译成最棒的 没有排在任何东西后面 最棒的最好的 be second to none when it comes to singing John is second to none when it comes to 这to是借词 咱们说不叫 当谈到 当说起的时候 当谈到唱歌的时候 约翰是最棒的 他不排在任何人的第二位 他排在第一位 be second to none 相当于be the best 最棒 最好 这second的几个重要配料 本文中second的记录 不可数名词短语 叫二流货 凑合的东西 那么后面说 那农村人购物 可就不方便了 Country people ran wild when they go shopping in the city and stagger home loaded with as many of the exotic items as they can carry 这个句子稍微复杂一些 咱们我们看看语法成分分析 这个 Country people ran wild 这个白颜色是句子主干 农村人 ran wild 不能发生疯狂的跑步 这个ran是变得 是细动词 wild是情绪很激动了 很激动很兴奋 哎呀他们变得很兴奋 什么时候 when是时间状态冲局 当他们在城里购物的时候 go shopping去买东西 在城里购物时 觉得很兴奋 and 引出第二个并列的细动词 and stagger home 这个stagger home 跟前面那个ran wild 是并列的 它的主意都是country people 并且他们摇摇晃晃的 走回家去 这个stagger是表示 站立不稳摇摇晃晃 当然 咱们来走路 叫stagger 那本文中这个stagger呢 在这就是表示 拿的东西太多了 像鸭子一样 摇摇摆摆的 当然一个表示 大胖子站不住了 摇摇摆摆 摇摆摆走回家去 这home是负词 然后后面的loaded with 一直到剧末 这明显是 一个非位于动词 当伴随壮语 老板回家同时呢 满载着 他们能拿多少就拿多少 那些新奇的那些东西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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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我们唱歌 左手一只鸡 右手一只鸭 背后还背着一个胖妈妈呀 拿了好多东西 我都背回去了 这个s s固定搭配 后面的s可以看作 是比较重要的一种句 他们能拿多少 就拿多少 那些新奇的exotic 新奇有趣的是个包译词 exotic就是 新奇有趣的 异国情调的这个东西 叫exotic 包译词 item一件两件的东西 没了好多东西 看回到农村去 说明他们进程一次 哎呀 看见很多新鲜事物 哎呀 真好啊 等等等等 这里面还是突如 在农村生活的不方便 好 我们下面看看 这句话中的一些细节 词法的细节 首先第一个 这个run wild 其实这个run可以混成go 无论是跑还是走 都是系统词叫变得 wild的情绪很激动 在本文中其实是run wild with delight 高兴的 非常 非常高兴 哎呀 哎呀 这是没见过 哎呀 这个好漂亮啊 这个 但是情绪很激动 很高兴的 非常高兴 信息若狂的感觉 有的时候不用wild 也可以用crazy run crazy go crazy 也是情绪激动 这激动什么呢 因为高兴而激动 就信息若狂 其实就相当于 我们在上文中出现的 go into raptures go into ecstasies 还记得吗 信息若狂 狂喜悲 一提到农村 就信息若狂 这农村进程的 也会信息若狂 这个run wild with the line 就相当于go into raptures 狂喜 好 这是把这个run 当系统词 把它看清 好 这个满载着 能拿多少 就拿多少 新奇的东西 拿回家去 非常高兴 另外说 你说农村很美丽 城市也有良辰美景 刚才出现两个长句 下面又出现个短句 长短句结合 你看这个句子又很短小 它说 nor it a city without is moments of beauty 城市也不是没有美丽的时刻 城市也有良辰美景 nor 是个否定词 放在去手 后面要用部分道桩 所以is放到主语 the city前进去了 部分道桩 nor是否定词 without也是否定词 放在一块是双重否定 城市里边也不是没有美丽的时刻 说明城市里一样有美景 这个意思 双重否定表示肯定 咱们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 有志者事竟成 对于一个有意志力的人来说 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是不是可以说 nothing is impossible to a willing mind willing愿意去做的 mind是思维心理心智 对一个愿意去做事情的人来说 mind就指这个人了 比喻指这个人了 没有任何事不可能的 有志者事竟成 nothing is impossible to a willing mind 还有那句下 人人都能为社会 做出贡献 就没有人 是没有东西 可以献给社会的 人人都能为社会 做出贡献 社会说 no one has nothing to offer to society no one has nothing to offer to society 没有人 是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奉献给社会的 好 都可以 这里面没有道庄 为什么呢 因为他nothing 可能我本来就主语了 没法道庄 主语放得去 放就是没法道庄了 我们再看一个 用道庄的句子 比如说 男人也不是没有脆弱的时刻 男人也不是没有脆弱的时刻 moments of脆弱 咱们以前说 我可以用friority 咱们以前说 sashvian的句话 这个软弱 你的名字是女人 friority thine name is woman 我们以前看过这句话 咱们看看该怎么说 nor 也不是吗 也不是吗 nor用道庄了 因为他主语是man nor are men without their moments of frailty 这个里面得道庄 因为他主语是man nor放的句子后门道庄 把v动词 are b动词 放到前面去了 are men without their moments of frailty 男人也有脆弱的时刻 男人哭吧 不是罪 他有的时候也会脆弱 尽管是社会的原因 导致男人不愿意哭 但有时候也撑不住 他也有脆弱知识 就好了 这里面用道庄了 跟本文中一曲同步之妙 短句之后必出长句 下句话又沉长了 长短句结合有弹性 there is something comforting about the warm glow shed by advertisements on cold wet winter nights 这句话看看句法成分的分析 there is something 是句子主观结构 总是会有这么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 comforting 是形容词当后制 对于修饰something 因为我们知道something 不定代词 形容词修饰不定代词 得后制 comfort 是给人一安慰的感觉的 因为comfort 表示安抚某人 令某人安慰 令人有安慰的感觉的东西 还有什么 第二个后制 是about 借次段语 about到句末 整个人的协定字 还是修饰something 关于什么的东西呢 about the warm glow about可以看到 整个这个 借次段语修饰 前面something comforting 修饰整个这段语 something comforting 是什么令人安慰的感觉呢 就是这温暖的暗红色的光 这glow我们说了 一般表示 像铁条啊 烟头啊 这种烧过的东西 发出温暖的暗红色的光 霓虹灯 也是温暖的暗红色的 跟它类似 用glow也是贴切的 温暖的这红光 什么呢 后面shed by advertisement on cold white winter nights 整个的黄颜色的 一直到寂寞 后制令云 过去分词 是被这广告灯箱 在寒冷潮湿冬夜 广告灯箱发射出的 那些温暖的这个光 看上去之后 总觉得给人以安慰的感觉 比如说 we are not alone 我们并不孤单了 城市里 这个我们就觉得 很温暖 令人觉得很安慰 很欣慰 shed是发射照射的意思 advertisement 在这广告 就广告灯箱了 的那个东西 on cold wet winter nights 在寒冷潮湿的冬夜 这个night 本来表示在晚上 是at night 但是我们注意 如果这个像上午下午晚上 前面有修饰鱼的时候 具体某些特殊的 上午下午晚上 就不能用at 也不能用in了 都用on 这个质点 怎么一会会说 好 看一些细节 首先看这个shed 这个shed 本来就可以表示 什么发出啊 什么发射出啊 流淌出啊 出来都用shed 咱们看几个常见的 shed bitter tears 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这个bitter是痛苦的伤心的 流下了伤心泪 shed blood 抛头颅物洒热血 流血也可以用shed blood 那么发射也行 我们有个结构 叫shed light on 大家还记得吗 就揭示了 把光线照上去揭示了 这个在38克最早的日历 咱们讲过这个结构 我们再复习这句话 these discoveries may shed light on the origins of the universe 这些发现可能会揭示 宇宙的起源 还记得吗 把光线照上去 揭示 注意这个shed这个词 不会走 一般过去诗 过去分词都是shed 不要用shed 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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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本文中 这个过去分词还是shed 就广告灯向发射出的 这个温暖的暗红色的光 在哪呢 on cold wet winter nights 注意上午下午中午晚上 如果有形容词修饰限定的话 或者名词限定的话 有限定语 一般都得换成on 它表示具体某一天的 上午下午晚上 比如说on a Monday night 本来在晚上叫at night 但是在一个星期一的晚上 得叫on不能用at了 同样上午下午也一样 on a sunny afternoon 在一个晴朗的午后 本来说在下午叫in the afternoon 但如果修饰与修饰 那么都换到on 本文中也是正是这个用法 好 下一步进入乎说 再下句话说 这句话比较长一些 咱们看看语法成本的文法分析 这个第一行的白颜色的正体字 可以看到具体的主观结构 几乎没有什么事情 比它更能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了 这是表达最高级的含义 这几乎它是最留下深刻印象的东西 then开始是个比较壮语 从then开始一道句话 then在这可以看到一个借词的用法 then的peace 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个宁静 给人更有深刻印象了 所以这个宁静几乎是最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东西 什么宁静呢 后面整个黄颜色的 这个从then开始 一色寂寞 是后知能语修饰这个宁静 是什么宁静呢 that descends on the deserted city streets at weekends 在周末时突然降临到了 荒凉的城市街道上的这片宁静 在定义从去修饰它 这个descend on 咱们四周中讲过 表示事物做主义是 什么宁静啊 黑暗啊 夜色和某种感情突然降临了 就平时撤水马龙 到周末突然间就没人了 到乡下家里去了 后面画横线的部分 when开始到剧末 是牵套在这个the peace 这个后面的引导的 定义从去内部的一个时间状态 定义从内部的时间状态 when the thousands 这个时候呢 数以千计的人 什么人呢 货号里面呢 又是定义从去修饰这个thousand 定义从去 时间状态从去内部 迁套这个定义从去 修饰这个thousand Travel to work every day 每天都要跑到城里来上班的 这数以千计的人 怎么样呢 are tucked away in their home in the country 都消失到了 他们的农村的家里面去 这个时候呢 这个宁静 突然间城市大街 车辆非常稀少了 这可能是给人留下 最深刻印象的 这个东西 这个few things could be more 怎么怎么样 可以当最高级来用 它几乎是最怎么怎么样的 几乎没有选择比他更用功了 他几乎是最用功的 few things could be more diligent than she is 这个then呢 你可以用then she 或then she is都行 甚至有时候用then her呢 这个勉强也算对 then her就更看重 他的借词的这个词 这个兴致了 then当借词当连词都行 然后看到连词呢 then she is 这后面的必动词还可以省略 就几乎没有什么学生 比他更用功了 他几乎是最勤奋的人 好 还有一个这个 每天到城市里上班 都消失到了农村的家里 are tucked away 这个字吧翻译 首先看这个tuck 它这么一个动作 把东西椰进去 往里面椰 椰进去 塞进去 这本来是这么一个意思 比如说 tuck your challenges into your boots 把你的裤子 塞到这个靴子里面去 把裤子塞进去 椰进去 那么be tucked away呢 就像be hidden 都消失了 没了 被隐藏起来了 这个并不是被椰 被椰走了 就是被消失了 没了 塞进去 不是没了吗 藏起来了 就这个意思 我们看一下例子 a group of tiny brick houses is tucked away behind the factory 有一些很小的砖 砌起起来的房子 都藏在工厂的后面 隐藏在后面 被工厂挡住了 工厂后面 有一些砖器的 一些小房子 是怎么样 再比如说 we were tucked away 指人也行 本文中就指人 we were tucked away in the secluded corner of the room 我们藏在了这房间里 一个比较僻静的 偏僻的角落 secluded 表示僻静的偏僻 相当于we are hidden in the secluded corner 藏在房子里面 一个偏僻的 僻静的一个角落 本文中就是 都藏到农村的家里去了 就是消失在农村的家里去 城市里面 就没人 这个宁静 几乎是无以伦比的 最后说 it has always been a mystery to me why city dealers who appreciate all these things ofseeing that they pretend that they would prefer to live in the country 这个句子结构 咱们再做一遍复习 白颜色的 依然是句子主句 it是形式主语 这总是对我来说 是一个谜 用完成时表示 我现在依然无法理解 完全是强调的性能影响 什么是谜呢 什么无法理解呢 why引导的从具 是主语从具 咱们说过 why city dollars 为什么这些城市人 city dollars 讲了城市人 两个都好之间的 是一个非线的 一些东西从具 修饰city dollars 他们欣赏享受着 所有这些良辰美景 好的事 我就刚才讲那些 什么霓虹灯箱啊 什么什么方便快捷啊 什么娱乐的方便 买东西的方便呢 他们却固执的要假装 obsid的就是固执的 倔强的 固执的假装 就是我们说偏要去假装 假装什么呢 后面那个画横线的谐题字 that引导 当然做pretend 逼于从具 偏要假装 他们更愿意住在乡下 这个事我简直是搞不明白 简直无法理解 这个用be a mister to somebody 明显是为了 跟本课书第15行中的 明显为了跟第15行中的 is beyond me 避免重复 be beyond me也是表示 我无法理解 那本文中呢 换成beyond也行 it has always been beyond me why 我一直无法理解 用这个答案也行 但这么说的话 跟上面表达就略有重复 当然这个地方也能说 it beats me why 为什么这样 我无法理解 我beat somebody 也行 难倒了我了 我搞不懂了 无法理解了 也可以 这个说 他们偏要假装 they would prefer to live in a city prefer to do 可以看到省力的 rather than do 还记得吗 they would prefer to live in a country rather than live in a city prefer to do rather than do 更愿意 而不愿意怎么样 而不愿意住在城里面 这是咱们在迪巴克讲过的 知识点的复习 那么简直无法理解 作者用这个句子 有点讽刺的味道 就说明这帮城市人呢 纯粹是太虚伪了 本来住在城里面 说想着城市种种美好 却端起碗吃肉 放下碗骂娘 道说城市不好了 那城市不好 那为什么不住在农村呢 说明他们 hyprocritical 这帮人太虚伪了 虚伪的 我们可以把这形容词 大声读一下 hyprocritical hyprocritical 虚伪的 伪善的 说一套 说一套 说着农村好 自己却住在城里面 这就叫hyprocritical 虚伪的 说一套 说一套 好 41课又是一个非常优美的文章 里面出现了好多好多重点剧情 值得咱们去模仿 尤其在第一段中 这个可模仿的剧情就更多了 希望大家一定把这个视频反复收看 把重点剧 重点搭配 把它记住 特别重点词汇 把它牢牢背诵下来 好 41课重要的文章 宁静田园生的遐想 跟李老师就学到这 谢谢同学们